聪明的人从不吵架 我们一起来听 吵架无非就是宣泄自己 心里有气排泄出去 不平之事诉说出去 对方在乎你 赢了也是输局 对方不在乎 最后伤害了自己 聪明的人从不轻易吵架 大动尴尬 而是选择和气沟通解决 一 吵架伤人一千 自损八百 吵架有啥好处 争吵的时候 人短暂的丧失理智 越说越气愤 对方态度好 彼此伤和气 对方态度差 情绪更糟糕 人在争吵的时候 多半一己度人 很少能站在对方的角度 替他考虑问题 占了道理 输了感情 没有道理 委屈他人 与其在争吵中 找寻自己的位置 不如在退让中 彰显自己的度量 二 生气 损伤的是自己 人啊 吵架的时候气愤 难以平复内心 顿时胸闷气短 当矛盾愈演愈烈 伤心情不硕 更伤身体 聪明的人 从来不和人 轻易地爆发争吵 道不同 不相与谋 没必要多说 关系尽 有话好说 没必要争吵 靠争吵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在吵架的时候 带出很多以前的旧事 让伤疤 又一次揭开 疼痛自己 养好自己的静气 修炼内心的大气 心平气和 才能处理问题 慢慢沟通 才能大事化小 脾气好一点 你的生活就会快乐点 做人大气点 你做事便事半功倍 靠吵架 能赢吗 赢了面子 丢了李子 斤斤计较 自己难堪 遇事别吵架 养好自己的静气 修炼内心的大气 你的格局有多大 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你的人有多宽容 你的生活就有多美好